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色彩系列里的蓝色片 我们了解了一些色彩归属于蓝色系 那么也知道了蓝色带给我们的一些心理暗示和它固有的一些属性 那么这点课呢,我们学习色彩系列里面的最后一个颜色,紫色 首先呢,我们打开ELAS Twitter,色彩系列,紫色片 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哪些颜色归属于紫色 第一个颜色,薰衣草 有很多照这个婚纱的时候,然后很多朋友会选择这种薰衣草庄园 薰衣草呢,它本身有着这种香气 也冲作为这个香水植物 然后这是它固有的一种颜色 薰衣草,脱俗的一种感觉 它会带给人家一种什么感觉 舒缓,镇静,并且有这种催眠的一种效果 紫藤,风雅 用这个纯度和明度相同的参数来对它进行一个组合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49,61 35,72 在明度的这个参数里它的数值是很接近的 这三个颜色的数值很接近的 就是这样 丁香 清纯的一种感觉 昌朴色,温存 因为紫色,我们在之前也有讲过,它也属于一个中性色 和它搭配的颜色越偏向于暖色呢 然后它的整体的感觉也是很温暖的感觉 这个在这里的时候 它这个昌朴色的这种温存感觉 就是说明了它与这种大面积的暖色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会给人一种暖色调的感觉 这个是由这个蓝色和红色合成的一个颜色 紫色的一个本色 也可以根据它这个参数去对它这个进行调整 当然每一个就是你们看的时候呢 由于你们自己用的电脑的显示器颜色 显示器不一样 所以产生这个颜色也会有这个色差 蓝紫色 红紫色 红紫色就是洋红要多一点 青色少一点 红紫色 红紫色 紫水晶 纸解 蓝花色 这个就是饱和度 蓝花色 像这一个 它们所用的这些颜色 饱和度很低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颜色 明度 明度还是很高 但是饱和度 降低了 蓝花色 淡薄 灰紫色 鬼蜜 紫青色 代表了理智 暗紫罗兰 博大 红某色 时尚 暗紫色 典雅 果子色呢 代表朦胧 蝴蝶花 独立 香水草 香水草 就是我们之前也说的 薰衣草 也称作为这个香水草 它也在这个薰衣草的 不同的一个季节 然后花呢 所呈现的一个颜色 这个 吸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红豆色 亲切 这是 归属于这个紫色系里的这些颜色 那我们看一下紫色的关键词 葡萄 权力 葡萄都好理解 本身它这个成熟以后 外皮的一种颜色 或者说特固有的一种品种 紫色的 那么权力 紫色为什么说代表权力呢 那么在这个古罗马的时候 然后就是西方罗马 古罗马的时候呢 通常用这个紫色的颜料 然后染成 衣物 接近这个肥红色 当时呢 受这个君王的所所爱 它是一种 宗贵 权贵的一种象征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 古代的时候呢 只说代表圣人 你可以想一下 它的一个炼丹炉 紫金炉 紫金葫芦 圣人 所用之物 有帝王之气 所以北京的故宫呢 又称为紫金城 也有所谓的紫气 都埋 而紫色在这个基督教中呢 紫色代表至高无上 来自圣灵的力量 通常用作这个圣气 使用的一些颜色 这是紫色固有的一些 词汇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紫色 在其他的一个颜色中 它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这个橙色 加早在这个红色和绿 和黄色之间 它是一种非常暧昧的颜色 那绿色呢 它也是一种独立性 比较强的一种颜色 同样 紫色它代表了这个奢华和尊贵 但是在这个和其他颜色使用之中呢 它也是比较突出的 因为紫色在自然界中并不是很常见 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 它在这个其他颜色中呢 它显得很强眼 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一个超市的货架 有了这样的一些颜色 橙色的这个胡萝卜 之前我们讲橙色的时候也说过 绿色的这个青椒 还有这个接近于这个黄绿之间的 草绿色的这样的 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菜花西兰花 然后还有这种白色的 会看到紫色 紫色我们会想到蔬菜两种 一种是这个紫菜 另外一种就是茄子的一种颜色 那么这个像这个位置的紫色的这种菜花呢 它在这就是非常强眼 这个恰恰的突出了紫色的一个特殊性 它不容易与其他颜色配色 因为它太粗粗了 所以它既不像黄色也不像橙色 你放在一起 很容易这两种颜色就融合到一起了 因为它们对比不是十分强烈 但是紫色它对比是非常强烈 它虽然是由这个蓝色和红色相加产生的 但是它并不容易与这两种颜色进行一个色彩上的协调 像下面这个颜色 所以紫色是非常抢眼的一个颜色 然后运用起来也是比较极端 你像是深紫色呢 它代表着这个幽冥和危险 这个是世界上最主的一种蛇 叫做这个紫蓝 紫蓝蛇 有兴趣同学可以查阅一下 它上面这个颜色 就是很深暗的 很阴暗的一种紫色 有剧毒这种蛇 所以它也象征着紫色 深紫色也象征着危险 然后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象征着权贵 就是这一种颜色 古罗马 贵族所穿的这种服饰 上面的这种颜色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紫色呢 同时它也带有这种时尚 时尚感 像你在这个墙壁上用的这种颜色 以及服装上 或者说你这种化妆品 就比较偏女性的这种化妆品 一些奢侈品 都会运用这样的一个颜色 同时呢 它也代表着这个成熟 魅魂 一种感觉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图片的时候 你分析不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去吸取 你这张图片 你就可以看出 它大面积的运用这种蓝色 说深蓝 藏蓝这种颜色 那么整个画面呢 就显得很冷 冷呢 这个是也是 做后期修片的时候的 一种风格 冷掉这种风格 显得人物呢 比较白 我们知道就是自然光 里边的一个红光波长是最长的 那相对于它来说比较短的 就是蓝光 那么紫色呢 比它的波长还要短 所以说紫色的就是很抢眼 是我们可以能 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再比这个 紫光波长还要短 那就是这个紫白线 我们都知道 紫白线的穿透力是非常强的 正如这个紫色的这个颜色 它对我们的视觉造成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后边这个呢 就是具有这种舒缓特点的 这个虚拟套上的一个颜色 那么这些呢 就是紫色的一个特点 这点课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也开始 用色彩系列篇呢 基本就结束了 我们下节课呢 就开始进入这个实战 拟定一个课题 然后对这个课题呢 进行一个实战设计 先从这个标准字开始 然后到后期 我们会讲这个标准字的配色 以及这个设计的整个一个核心的概念 希望同学们继续关注和收听 那么这点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